斗罗大陆五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101章 说服老师 武兵记道 那你想怎么做 唐三道 首先我们要组织一个小团队 在这个团队之中 大家的能力要互补 人数不用太多 省得不好分配收益 然后我们结伴去找叉翅虎 将其猎杀 有老师在旁边守护我们 如果有危险 老师再出手 武兵记皱眉道 这些任务老师是不会插手的 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唐三道 这个交给我 我想办法说服老师 如果老师肯陪我们去 暗中保护我们 是不是就可以接 那当然了 可是 老师会同意吗 武兵记疑惑地道 交给我吧 从武兵记那里出来 唐三让独白仙回去 他一个人来到了穆恩晴的住处 就熟学院就这么点地方 没有老师办公室之类的 敲了敲门 没有反应 穆恩晴还没回来 应该是跟几位老师起出去讨论事情了 唐三也不着急 就站在门口等着 等待了半个小时左右 穆恩晴回来了 看到自己房门口的唐三 穆恩晴不由得有些诧异 你找我 嗯 穆老师您好 我有一个关于实战课的想法 想跟您商量一下 唐三恭敬地道 进来吧 穆恩晴点点头 刚才 他们几个老师聚在一起 就是在讨论唐三实战方面的能力 如果不是已经将唐三的所有来历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们真的很难相信 一个九岁的孩子在实战方面有这么强大的天赋 这简直是有些逆天了呀 但事实摆在眼前 由不得他们不信 思儒都准备再去找张浩宣谈一谈 他觉得这个孩子太有希望了 穆恩晴其实是最郁闷的一个 作为实战课老师 他觉得自己在唐三面前一点用都没有 他不知道该怎么教 穆恩晴本身擅长的并不是元素掌控 在这方面 就算是关龙江和思儒 一时半会儿都想不出应该如何教导唐三 唐三关好房门 恭敬地来到穆恩晴面前 你有什么想法 说说看 穆恩晴坐下来说道 唐三道 穆老师 我上了两次实战课 也和同学们交过手 我觉得咱们的实战课有些问题 哦 穆恩晴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个站着 都没自己做着高的孩子 有什么问题 唐三毫不犹豫地道 我觉得问题就是不够接近实战 同学们相互切磋 虽然可以磨练技巧 但是 真正的实战往往要面临生死危机 在死亡的威胁下 人的潜能才会被充分激发出来 就像我在风狼阵的时候 有次在外面遭遇风狼的袭击 差点就死了 但正是那次之后 我对风元素的感悟明显加深了许多 所以我觉得 实战课应该让大家真正感受到危险 在危机的压迫下 大家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穆恩晴眼睛一亮 你是说 你是因为经历过生死危机 所以才对风元素的感悟变得很深刻 你有多少次这样的经历 唐三道 算是两次吧 穆恩晴点点头 道 那是因为你悟性高 一般人就算经历两次 也未必会有你这样的感悟 唐三道 两次不行就三次 三次不行就更多次 强烈的刺激 一定能促使人进步 我在经历了那样的战斗之后 先是后怕 然后就想了很多东西 那种关系到生死的战斗过程记忆特别深刻 有过那样的经历 一定不想再次面对那样的情况 自然就会更努力地修炼 也会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穆恩晴道 那你觉得咱们的实战课应该怎么做呢 唐三道 我看过大师兄那里的任务单 其中有猎杀妖兽的 猎杀妖兽不会暴露我们就赎成员的身份 我觉得可以让同学们组队去猎杀妖兽 然后老师们再暗处保护 但只要我们没有生命危险 老师们就不要出手相助 哪怕是重伤也别管 让大家尽可能地去感受实战中强敌的压迫 我觉得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穆恩晴流露出思考之色 类似的实战课救赎学院不是没有 但这种都是老师直接带队 战斗的时候 老师在一旁指点 关键时刻出手 单独由学员们出去完成猎杀任务的情况很少 除非是猎杀低阶的妖兽 毕竟 就属学院就这么十几个学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每名学员对于学院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任何一名学员受到致命的伤害对学院都是极大的打击 所以老师们一直都很小心 就怕发生危险 穆恩晴喃喃地说道 唐三正色道 穆老师 温室之中培养出的花朵是经不起狂风暴雨的 我刚来的那天 镇长老师就跟我说过 我们人类想争取属于我们的生存空间任重道远 既然如此 我们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而且 老师们也可以暗中跟随 真的有生命危险时在出手保护我们也是可行的 穆恩晴道 这件事我要考虑下 你有具体的想法吗? 唐三道 刚才我和大师兄商量了一下 我们觉得可以找一个相对比较难的猎杀任务 组织一支小队去猎杀妖兽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位老师暗中保护我们 当然 团队中 只有我和大师兄知道有老师的保护 其他师兄 师姐是不知道的 如果我们自己能完成任务 老师就不用出手 只要暗中看着就行 至于任务的奖励 我们可以分出一半给老师 如果老师最终为了挽救我们而出手 那么任务奖励给老师八成都行 就当是对我们的磨练 穆恩晴道 这也是个办法 我和老官商量一下吧 明天告诉你们结果 好的 谢谢老师 唐三道谢后便告辞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又停下脚步 回过身 认真地对穆恩晴道 穆老师 那种经历生死考验的实战 才会让我们进步更大 唐三走了 穆恩晴陷入了思索 唐三最打动他的话 是那句温室之中培养出的花朵 是经不起狂风暴雨的 对于绝大多数人类附庸来说 别说是温室了 就连生存都会随时面临风险 他们受到天赋的影响 再怎么努力和刺激血脉 也不可能成长为强者 而就熟学院的这些孩子 是组织精挑戏选出来 有希望成为强者的存在 这样的孩子 反而让他们当温室的花朵吗 不经历风雨 他们真的能顺利成长吗 这个问题 其实一直困扰着几位老师 在这群孩子之中 最有天赋的 反而是提升最慢的 无论是拥有天湖变的独白 还是拥有时光变的故里 都是如此 可是 这样的血脉实在是太宝贵了 他们谁也不敢拿去赌啊 莫恩晴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 他决定去找关龙江好好聊一聊 这个问题 唐三走出莫恩晴房间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他知道自己十有八九 能够说服这位老师 他从今天实战课结束时 莫恩晴的表情就能看得出 莫恩晴那时的眼神是带着几分失望的 玩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 请不吝点赞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和分享